1.2.3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夢到了一個小孩 到他的夢中獻祭 告訴他接下來某一場戰爭當中 你可以怎麼做 那他照昨天晚上一生來託夢的孩子的指示不正 也照他的指示打仗 突不其然他贏下了那場的勝仗 有怎樣嗎 哈囉我們的波蘭小雞蟹登場囉 哈哈哈哈 今天有沒有經過 看不出了馬上就走了 欸從來啊 哥哥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主題 我哪知道 我們今天要講 走開 對XXX你有什麼看法 你還沒開頭耶 沒關係 你是最經典 來我們XXX有什麼 走開啊 傳統對XXX的傳統看法 這女人超欸 來阿爺過來啊 阿爺過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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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回來喔 欸 打人啦 欸 痛喔 走開啊 他走了啦 哈囉 Ladys and Najer的本台高了 我是墨金哥 歡迎收看 莫名其妙 這個單元節目會在說 各種稀奇古怪或是 生命不可思議的事情 墨金哥 回來了 終於正式回來開始 莫名其妙給大家看了 再去 個月 嘿嘿嘿 真的假的去年 上個月啦 上個月1月22號 莫金哥開刀 把火腸的腫瘤給去掉了 那直到現在呢 莫金哥覺得 已經恢復到一個 非常不錯的 程度了 至少 每天晚上都可以好好的睡覺 哇 開心 然後呢 在 應該是1月底左右的時候吧 就開始沒有吃 吃痛藥了 哇 感動 然後過年期間呢 其實也算是 過得滿 順利的 順利的 雖然說還是會僵硬 雖然說還是會痛 但是呢相對以前真的是覺得 很開心 這種病痛沒有以前嚴重的日子 感情真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 決定在今天這個 量成幾日 量成幾時 決定不顧北京的反對 要來拍莫名其妙了 而且呢剛剛一定很想問 為什麼要不顧北京的反對呢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呢 你就不要多問了 反正都是一個梗 好不好 那在開始前呢 莫金哥還是要來廢話一下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投了呢應該是非常的 應該會很多人覺得他很膩啊 很老或者是很腿之類的 那莫金哥沒有辦法 從1月22號 之前 往前再推 大概已經有一個月沒剪頭髮了吧 然後再加上 這個1月20號到現在呢 莫金哥可以說是已經有 2 到3個月沒有剪頭髮 非常的鳥 剛弄了很久 覺得還是 放棄之聊 莫金哥 決定明天 就去剪頭髮 從那個 做的影片 應該可以大家看的 比較順一點 今天站起來大家 忍耐 忍耐吧 那我們今天不顧北京的反對 要拍什麼主題呢 我要拍一個 莫金哥很久以前 就想要講的主題 叫做 養小鬼 我相信 應該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會對這方面有所好奇 八九不離十 你應該都聽過 養小鬼這三個字 這養小鬼 三個字呢 對於那些 耳熟能俠或者是 略有所聞的人的眼中 不對是耳中 應該都會讓他覺得 毛毛的 就拿莫金哥來說 其實我從 大概小學 應該是五六年級的時候吧 我就聽過 養小鬼這次 當時呢 是在一個節目上面 所看到的 那莫金哥 依稀季的 養小鬼 好像是一個 蠻厲害的事情 嗯 這個小鬼呢 他似乎可以幫人 賺大錢 也或者是呢 讓你的事業更順利 更善善的 可以讓你交到男女朋友 然後 欸 這個啊 對不起 沒吃藥哦 顏規正傳 在靠小鬼交了男女朋友之後 可以 欸 之後呢 他背後 可能帶來的 負面影響呢 可以說是相當的 恐怖驚傷 欸 這一段話到底什麼意思呢 其實毛巾跟他說的是呢 假設 小鬼真的可以給你 帶來什麼 豐厚的報酬 但是他背後的風險 卻相當的高 如果你還不了解 接下來目前就開始給你講講這一個 養小鬼 以及 如何養 我們就先來說說這個養小鬼的歷史吧 相傳在古代的泰國呢 有一位將軍 他常常帶兵打仗這樣子 那他有個妻子 懷胎已經十個月了 即將生下小孩 但是呢 這孩子非常不幸的 死在了媽媽的肚子中 這位將軍非常的難過啊 他硬是 將媽媽的肚子給剖開 取出了他心愛的寶貝 而且是尚未出世的寶貝 然後呢 他將他的孩子 浸泡在一缸油當中 並且呢 他還天天的 上香膜拜 欸 說也奇怪 就這樣子日子過了許久 有一天晚上呢 他突然夢到了一個小孩 到他的夢中 獻祭 告訴他 欸 接下來 某一場戰爭當中 你可以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反正呢就是告訴了他一些計謀 欸 這將軍醒來之後呢 覺得 非常的真實啊 那他照昨天晚上 伊斯蘭托夢的孩子的指示 布陣 也照他的指示 打仗 躲不起來他贏下了那一場的勝仗 在打了勝仗之後呢 他覺得一定是他每天拜的 那個孩子來托夢 來獻祭的 他覺得是孩子的保佑他 在那時候呢 他決定將那孩子的一片骨頭 給取下 然後帶在身上 作為幸運夫 就此 這個養小鬼的習俗 就這樣 流傳開來了 在繼續說下去之前呢 莫金哥強調一個點 這個 習俗的歷史 他到底是不是 泰國的這一位將軍 所流傳開來的 還是 他的歷史是其他的故事 哎 這邊莫金哥不曉得 反正呢我就根據 莫金哥所看到的資料 把他講出來 大家這個參考參考就好了 他那養小鬼這門 這門一式是邪術的 欸 偏方 他也沒有科學 可以給他證實 大家聽聽就好了 然後再繼續講下去之前呢 莫金哥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邊 這邊 有一個人呢 莫金哥 故意露了作為一個 這是誰啊 這是誰 這是 傑克 然後給他擺在這個角落上面 希望他可以 保佑我今天可以講得順利 不要不要不要 我真不希望你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你 乖乖當你的玩偶就好 好沒事沒事 我莫金哥很怕啊 真的是 一語成寸 不要再講了不要再講了 很恐怖 那不管這個歷史怎麼樣 反正正在講 小鬼演變到之間呢 他的訴求 主要就是希望 一個秘密之中的靈體呢 可以保佑你 諸事大吉 然後呢 辦什麼事情都很順利這樣子 養小鬼 顧名思義呢 真的就是養一個 沒怎麼長大的一個 年幼的靈體 根據莫金哥所看到的資料啊 通常呢 養的靈體都是 三歲以下 腰折的那些 孩童的靈魂 就像是 胎死腹中啊 又或者像是 還沒滿三歲 就在路上突然被車 死掉的那些嬰兒 不論怎麼樣 這個要求有點嚴格 就是三歲以下 而且必須是 意外死亡 或者是 凶死的那一種 不管是被殺死啦 或是被撞死啦 或是被撞死啦 或是其他非自然的死亡 最好是帶有運氣的那一種 那他們都可以當作是 養小鬼的 一個對象 那為什麼養小鬼 要養這種 年齡比較低的靈體呢 嗯 根據莫金所看到的 是說啊 這種時候的孩童呢 他們的靈力特別的強 而且呢 年齡比較小的時候呢 他們的 需求比較少 什麼需求 絕對不是性需求 他們還沒長大 壓勾的時候還沒想到這方面 呵呵 我所說的需求啊 就像是他們 就像一般的小孩子一樣 很容易滿足 你給他一個糖 你給他一個什麼玩具 你就可以弄得很開心 然後不會來 煩咬你一口這樣子 也可以把它講成是 英靈的一種啊 欸不對 又或者說英靈也可以算是 養小鬼的其中一個對象 因為英靈普遍指的是 呃 被剁胎那一種嘛 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吧 或者是 夭者 剛生出來就夭者那一種 啊對對對 夭者也可以算是 被自然死亡的其中一種 那也可以當作是 養小鬼的其中一個對象 他一來就這樣子啊 靈力比較強 再來就是這個 他們比較好滿足 那墨金可以有看到 為什麼養年齡這麼小的 這個英靈當作養小鬼的對象的 另外一種 說法 很饒舌 我知道你聽不懂 反正呢就是有另外一個說法 但是在說這個說法之前呢 我要講他這個說法的 歷史 啊很饒舌 這段真的很饒舌 我也講得很累 你們聽得很累 我也講得很累 大家都很辛苦 養小鬼也有另外一個歷史 他可以追溯到 泰國的 古曼彤 這古曼彤啊 其實 感覺上跟養小鬼沒有太大不同 就是是 一個是中方 的感覺 一個是 泰方的感覺 那不管是中方或泰方啊 他們都有類似就是 養一個英靈 然後來驅使這個英靈 替自己做事的 這樣子的一個 民俗法術吧 只是彼此的稱呼不同 以及細節的做法不同而已 那泰國的古曼彤 雖然說他也是養小鬼的一種 不過他即使 原始的意思是好的 就像是有些 夭折啦 或者是凶死啦 意外死的這些英靈 他們 一開始 無處可去 剛生下來不好投胎 而且呢 由於是還沒長大 就這樣子意外死亡了 又或者是帶著怨氣死亡了 其實身世可以說是相當的可憐 那只有泰國懂法術的好心人 或者是泰國懂法術的高生 將他們收在身邊 照顧他們 當時間到了之後呢 差不多是三年左右 或者他們到三歲之後呢 就將他們 超度讓他們脫胎 算是功德意見 真的醜了 真的超醜的 我剛剛沒弄走 我剛剛在ILLY弄跑 扶 vertically 我剛剛在ILLY弄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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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確定你要 你的頭髮去露臉嗎 好恩愛喔 什麼關係啊 什麼關係啊 來來來來 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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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動欸 天咪咪 欸 我都好喝酒了 天咪咪咪 你真病啊 來來來三個一起講 到時候他沒有說旁邊的好醜喔 他只會說女生好不好 他沒有說過男生 他只會說旁邊女的好醜喔 對啊 他真的好醜喔 我會過你 我會過你